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老安 全段时间老安看了一则新闻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有位患者半夜突发,肾衰竭住院 一问原因竟然是吃剩菜引发的 这一下给老安提了个醒 夏天吃剩菜是最要不得的 所以今天老安给大家好好讲讲 什么样的隔夜菜剩菜不能吃 避免大家出现类似的事情 海鲜 夏天很多人喜欢吃的海鲜 比如什么小龙虾等等 一不小心做多了就留着第二天吃 其实隔夜的海鲜它的细菌含量是比较多的 海鲜当中的蛋白质被降解之后 极容易产生致癌的亚硝酸盐 所以吃隔夜海鲜的朋友们要当心 千万要随做随吃 二白开水 这个说隔夜海鲜不能吃很多人不会奇怪 但是白开水为什么也不能喝呢 这是因为有研究发现 隔夜的开水被反复煮沸之后 讨厌的致癌物亚硝酸盐的含量会升高 同样总是被煮沸的白开水也是如此 所以爱喝隔夜水的朋友当心 三素菜 这个夏天多吃点素菜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过夜的素菜最好还是倒掉比较好 因为放置过久之后 那么蔬菜的营养成分不仅会被流失 当中的维生素含量还会被氧化 容易产生致癌物影响您的健康 尤其是菌菇类的和绿叶类的蔬菜更是如此 第四 茶 隔夜茶的危害想必很多人都应该知道 隔夜之后 茶叶当中的茶豆酚会转化为茶锈 茶锈当中还有身 拱等有害物质 对您的身体危害极大 轻则引起腹泻 重则导致中毒的发生 第五 汤 隔夜的汤不适合再喝了 即使是第二天热过一次 也还是会有风险 很多汤里面它的调料都会被积存在碗的底部 隔夜之后和碗底接触就会容易变质 尤其是一些不锈钢或者铝制的锅碗 因此汤类大家最好还是要当天喝完 好了 看看老视频 记得转发 让更多人获益 如果您有任何疾病的征兆 都可以在公众号搜索 老安他健康 关注我 分别回复05 0607 查看相应的解决方法